今日的AT国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华润电力836 选择原因是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显示 内地去年全社会用电量按年升超过6% 其内发电量按年上升5.2% 社会用电量增速高过发电量 反映需求增长较供应大 展望2024年国盛政圈预期 全社会用电量增加5.8% 电力股可以留意华润电力836 公司去年售电量按年上升4.7% 今年一月份的售电量增加了2.9% 市场看好煤电业务改善进一步带动公司盈利上升 彭博综合券商的预测说 跌历2023年盈利预料按年会增长68% 去到122亿 2023至2025年盈利复合增长率是35% 2023至2025年预测的息率分别是6.4厘 6.7厘和8厘 走势上华润电力去年10月中起反复向上 昨天收布17.8 股价挑战前高位大约18元 如果能突破的预料可以上市19元 策略上有货投资者可以继续持有 未有货的可以hold前突破位大约16元收集 跌穿15元就适宜止蟀 注入2021呢 注入2021年10月份 适宝 考虑 怎么能继续化 条件 联系 整理